大家好,继续分享新闻 几天前韩国女排联赛落下了帷幕 金阮景所在的新国生命队0比3 布地GS加德士队 她未能带领球队获得冠军 主动从土耳其超级联赛回归韩国联赛 并接受大幅降薪 金阮景却收获了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结局 韩国女排联赛决赛 金阮景所在的新国生命女排 面对GS加德士队 虽然赛季初被很多人看好 但新国生命却连输三场被横扫出局 在最后一个主场比赛里 金阮景带领队友们奋力拼搏 给GS加德士队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但最终还是以2比3落败 只能在主场隐恨 收获冠军的GS加德士队 这位韩国女排历史上第一支 在同一赛季获得联赛常规赛冠军 总结赛冠军 以及杯赛冠军的三冠王球队 赛季初高调引进金阮景的新国生命 却无奈成为了背景版 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主攻 金阮景无疑是韩国女排联赛最大牌的球员 原本在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 打球的她效力于豪门 伊萨奇巴西 还享受着130万欧元 折合韩元高达17亿的薪水 为了带领韩国女排打好东京奥运会 金阮景选择回到韩国联赛 加盟了新国生命俱乐部 她不仅远离主流的欧洲联赛 年薪更是缩水超过八成 而做出这样巨大的牺牲 金阮景的主要考虑就是为了和同样效力 新国生命的双胞胎姐妹花李在英 李多英加强配合 两人中李在英是金阮景的对角助攻 而李多英则是球队的卓二传 赛季开始前 韩国媒体把拥有金阮景 李氏姐妹这套国家队组合的新国生命女排 看作是联赛冠军的不二之选 七一球队甚至只有争夺亚军的资格 联赛开始后 新国生命也确实是一路高歌猛进 联赛排名高局榜首 但是随着李氏姐妹被爆出校园霸凌事件 被韩国牌鞋无限期禁赛 新国生命也对两人做出了停心停训的决定 从那之后 新国生命的战绩开始一路走低 球队只能依靠金阮景一人苦苦支撑 最终也能没等保住常规赛第一的位置 季后赛中 新国生命女排两胜一负淘汰了IBK银行女排 艰难杀进决赛 然而决赛面对拥有当今世界排弹第一高度 美国接应如此的GS加德士队 金阮景终究是独木 难知 无法率领球队走向胜利 只能遗憾地接受一切 虽然未能如愿夺冠 但金阮景的能力和影响力依旧在线 在赛季数据统计榜上 金阮景在进攻成功率和发球得分上都位列第一 由于它的存在 韩国女排联赛的平均收视率达到了1.23% 创造了韩国排球联赛创立以来的历史最高值 在赛后的采访中 金阮景没有透露自己的未来 但他把东京奥运会放在了首尾 奥运会是金阮景成名的地方 2012年伦敦 他带领韩国女排获得了第4名 自己更是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 进而挤身世界一流主攻行列 如今为了奥运会回到国内联赛的金阮景 可以安心备战 只不过李在英、李多英姐妹的缺阵 不仅对新国生命女排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也被韩国女排的奥运前景投下了阴影 对于已经33岁的金阮景来说 冬季奥会很可能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季奥运会 而他想率领韩国女排的夺牌的梦想 恐怕是也不容易实现 希望有好的借我 谢谢